跟大家講喔 這包包很可愛 它是透明的信封包 好 23號可以穿S號喔 然後它是透明的 這個鏈子可以拿掉 你就會變手拿包 再來呢 打開裡面有送大家一個小包 你想裝零錢就裝零錢 包裝包 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像妞妞平常是直接就裝手機跟錢包在裡面 超可愛 然後白色也非常好搭 來 這樣子 哇 大家都喜歡粉紅色 粉紅色很可愛對不對 然後非常的春夏 然後這邊還有做了造型的喔 看到嗎 你看 這是造型喔 不是故障喔 然後這個繩子拿掉啊 如果你有去晚宴的話可以當手拿包 我平常要帶小朋友 所以妞妞永遠都是鞋背啦 那如果你呢 是比較淑女在約會啊 可以這樣子背 踩個高跟鞋或是小白鞋 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再來呢 如果你今天是去晚宴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這樣子手拿 覺得蠻時髦的 好 那小包是送給大家的喔 喜不喜歡 看你囉 就是想放在裡面 或是不想放在裡面 通通都可以 喔 顯然大家都喜歡粉紅色耶 好 除了這兩個顏色呢 還有兩個最耐看的大地色 好 來 我們現在的片我們選一下大地色好了 黑色跟咖色 喜歡黑色的按讚 喜歡咖色的按笑臉 喜歡咖色的按笑臉 喜歡黑色的按讚 來 黑咖兩個也都超強的 一個小包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一個空間 而且這個皮質超好的 你們收到就知道了 好 皮質超好 這個新風包超級好杯 好喔 大家都喜歡笑臉 然後黑色 黑色我覺得手拿最適合 黑色手拿最適合 大家講一下喔 因為它是透明的 我跟你講 如果有一點點磨損啊 我跟你講 當然新品過去給你 不可能是壞掉或是磨損 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會把東西打開 頂多品鹼的時候會稍微看一下 但是呢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粉絲會非常的眼睛 會非常的明亮 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種啊 只要是透明的東西 然後它是這種合成的那個材質啊 多少都一定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這種小紋路 這是正常現象喔 因為如果我很怕有那種 你們可能有那種完美主義者 可能一盒就覺得 啊 你這怎麼包包的一盒 我跟你講 它每一個 不是說我們的商品怎麼了 是這種材質 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都能諒解吧 用久了一定會刮到 然後它在封裝的時候 或許有一點點的小小的痕跡 但是不是壞掉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這個 這個妞妞講的這個意思喔 好 這個包包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有四個顏色 我真的背不完 好 你們最喜歡什麼顏色 自己上網選